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家长大家好 欢迎来到 Casper 妈妈的频道 我们会去看幼儿园面试的热门题目 要留意的地方和家分位 在开始之前 想邀请你帮忙 Like Share 和订阅我的频道 你的支持对我十分重要 第一类会问的问题 就是问小朋友一些自身的问题 最常见就是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你多少岁? 你是男子还是女子? 家长在家多些去问他 这类的问题 这也比较容易掌握 第二类问题就是关于家庭成员 女士会问小朋友 今天是谁陪你来的? 或者坐在你身边的是哪一位? 很多时候 一些幼稚园的面试 都只是批准一位家长去陪同 都要教识小朋友 要说爸爸或者妈妈 完成了这些热身问题之后 很多时候老师就会给一些小肌肉的活动 小朋友去做 例如手抓板 不同玩具的控制 例如车、積木、球等等 要留意就是 老师可能会从这些活动之中 考上幼儿的知识 例如 大小加英文字 数字一至十 动物名 水果名 身体部分名称等等 举个例子 老师可能会找一块有动物的手抓板 当小朋友摆到适当位置之后 老师就可能会抽问 这个手抓板是什么动物? 小朋友可能就要答 这个是大象 这个是猴子 又举第二个例子 例如老师可能会叫小朋友 拿一辆车去控制车 然后在一块有英文字 或者数字的板上 叫小朋友把车洗进去 麻烦你洗进去 大街Q那里把车拍好 在这个活动 不单是考小朋友 懂不懂得控制那辆车 还考小朋友 认不懂得英文字 和数字 当然 如果考得这些题目的学校 多数都是比较出名 所以如果家长是心仪这一类学校 可能就要努力一点 和小朋友去温习 家长都不用太担心 Casper妈妈已经准备了 一个系列的幼稚园面子 攻略知识 给家长去参考 和小朋友 里面都会有了 幼稚园经常会考的一些知识 例如数字 英文字 动物 身体部分等等 都希望家长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片段 是关于幼稚与面试都会上载的 好 去到第四点 就是问家长 这个都很常见 就是考你对学校的认识 老师 老师就会问 为什么你会选这间学校呢 又或者你觉得这间学校 如何适合你的小朋友呢 那家长都可能在面试之前都要做些些功课 看一看这间学校的背景 宗教或者课程等等 第五点 第五点 就是家人的相处 老师都可能会问一下 平日会跟小朋友去做些什么呢 哪个是主要的照顾者呢 或者在家里主要用什么语言去沟通的 那有家长可能担心我是雙职父母来的 如果乘搭工人姐姐会不会扣分呢 那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呢 在香港来说是非常之常见的 那我觉得你不需要说大话 可以好如实和老师说 可能平时是工人姐姐 但是呢就说回你下班之后 或者星期六日 会跟小朋友去做些什么呀 或者每晚都会有一个叛读的时间 那就没问题的了 最后呢 当然要讲一讲些加分位啦 礼貌是非常之重要的 所以呢 我们平时都要跟小朋友 建立一个良好的习惯 对人有礼貌 见到老师呢 我们要主动打招呼 比如老师早晨 老师五安 去到呢 面试的尾声呢 通常学校都会有份小礼物给小朋友 那如果小朋友 懂得用双手去接礼物 又懂得感谢谢 当然呢 就会加分啦 还有最后一点呢 很多时家长都会忽略的 见不见有这张椅呢 有时老师呢 就会邀请小朋友呢 临走的时候 可不可以帮忙拍好椅呢 我建议呢 家长呢 在家里呢 都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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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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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